台东大学在教育部的经费补助及县府协助之下 在台东校区设立了员工子女非盈利幼儿园 希望为员工带来优质而且便利的托育服务 另外幼教系也会把系所培育出来的失职人员导入 提供辅导及咨询工作 希望在大学家长级幼教系学生之间 可以创造三营的局面 崭新的教聚及活动场域 这是东大今年起成立的员工子女非盈利幼儿园 台东大学透过教育部补助 以及台东县政府协助下 成立了这个幼儿园 为员工及社区民众提供托育的服务 并委托给东大幼教校友协会来办理 而幼教系也会投入资源给予支持 为幼教系学生 东大以及家长这三者间 打造共饮的模式 这环境真的是跟一般的幼儿园比起来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然后又大又宽广 整个校园都是孩子探索的好地方 然后教室的整个设备 就是现在很符合现在的幼儿园 正在教育部的课程的推动 就是学习区的一个学习模式 那我相信你们看到这样的环境 也看到了老师的 就是我们幼儿园想要做的用心 李监市长里面有很多都是 我们台东大学幼教系的老师 那我们有很多的专业的能力可以支持 或是辅导 咨询这个园 让这个园可以发展的更好 那我想最重要的是这个园的成立里面 我想造福了很多的在地的小孩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台中大学提供的场地 那我们在师资培议机构里面 我们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幼儿园老师 那我们幼儿园老师可以在这里 发挥他的所长 那这里可以成为我们实习的一个地方 也可以成为他就业的一个地方 那也可以成为在地的居民 孩子可以来就读的地方 我想这个是真的是非常 上方面都很赢的 非常好的一个幼儿园 台东大学提供友善托育的场所 以及幼教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协助 幼教系的学生也得以在此发挥所长 为家长们带来更好的托育品质 期盼未来东大持续导入校内资源 推动幼教师资培育和食物结合 带给小朋友们一个快乐学习的环境 记者安杰伦 台东市报道